就小时候你们有没有跟长辈在一起看电视剧 然后电视里出现接吻的镜头 有过吗 没有 那刚好呢 我也有啊 那你当时是什么反应 我当时转台了 转台 那我们这一期呢 我来玩一个主题就是挑战 花式吻戏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看这个的时候 我总觉得有点身体不适合 就是他亲就亲嘛 他不只亲他心疼 人家都要不亲上的嘴 要不亲下的嘴 他不太是整个样子啃过去 然后满上的嘴 然后下的嘴 包不住 你接吻的时候是冯阳接吻 是这样的吗 是我接吻 我这张是可能接吻吗 就这样接吻 你这样子比同事要这样的 就是 你把他嘴包起来 可以吃人吗 就是 这就是亲爱后 这整个嘴都是重的 太惹心了吧 怎么讲结吻 怎么这样 没有 我没有结果 他没对象 现在这个这个结吻 那什么就是装 装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消 哈哈哈哈 就这个真是借位吗 这个是借位 刚刚我先问你啊 就是这个娱乐圈当中的女明星 你最想跟谁拍吻戏啊 女明星 啊 余谦余老师 啊 余谦 我说女明星 对 余谦余老师 余谦是男的呀 像皇后 像 哈哈 哈哈 周强呢 这个是 你最想跟那天女明星 拍吻戏 哈哈哈 没有啊 就没有 就没有 根本就不会考虑到这种问题啊 那你就想跟谁结婚 逗逗呢 你最想跟谁拍吻戏 好像在我小学的时候 好像觉得虎哥也蛮帅的 然后后来 怎么样 如果给你自己一个虎哥拍吻戏 你会拍吗 我拍啊 为什么 我可能 我可能活不过第二天吧 哈К 真有这么义个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他真的就 鼻子都牵歪了 哈哈哈 鼻子怼鼻子怼歪 对两个人他就是不光倾 还要怼鼻子 我不知道他们俩是在看谁 写的是甲 哈哈哈 我认识整个鼻子就是 它你接吻的时候我自己有鼻子吗 不会啊 不会吗 哪有人接吻 正面对正面的杠 不都会测一点吗 你给你给 你给就行了 这不是你吗 这就是你的 对啊 这就是你啊 是曾经的我 那不还是你吗 我看了 连眼带都一样 连眼带都一样 啊 我惨对不起 哈哈哈 我听了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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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一声 嗯 哈哈哈哈 这应该是刚刚第一次拍文气是吧 等一下我去听了 等一下 就这样 应该不是这样 这个声音就是 不是应该是手搭在 这个位置上的声音吗 不那么 就这样 不那么用力 那谁去哪儿那么大声啊 嘴贴嘴呢 这谁啊 刚刚你喜欢拍文气吗 不喜欢 后来我跟真的人说 我就再也不接文气了 是吗 为什么 因为我 我没经验 我亲不好 你不是亲的挺好的吗 那这个亲的挺好的啊 嗯 就是目前为止我 见过唯一一个不喜欢 不喜欢文气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那就一键三连吧 投个币 玩这种到时候买卖的名字吃了就好了 哈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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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两个一字 对 对 对